日前中共当局公布了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消息 同时还宣布今年10月份提前召开第18届四中全会 不过中纪委并没有公布周永康的具体罪行 那么周永康到底有哪些罪 选择在四中全会前公布周永康被审查又有何目的 而周永康最后的结局将会怎样 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29号央视晚间新闻联播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之后新闻联播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 对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立案审查的通报 不过通告中没有具体指明周永康的罪行 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去年就被海外媒体爆出 现在中共在四中全会前抛出周永康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认为 一是习近平需要立威 另外习近平需要一段时间去解决社会各方对此事的反应 去年12月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传出之后 香港媒体纷纷报道了周永康的图谋不轨 包括在2012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 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 联手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搞政变 谋杀前妻以及荒诞淫乱等 中国民间也挖出周永康杀妻 刺杀习近平 活摘贩卖人体器官等罪行 要说会给周永康定什么罪 这个我想中共内部目前可能也没有定论 不过既然把周永康已经抛出来了 那就说明中共高层想要 或者说不得不对周永康严惩了 散炒不出坑的话必然是后患无穷的 网路上罗列的周永康失踪罪 包括颠覆罪 杀人罪 反人类罪 种族灭绝罪 绑架罪 拐卖妇女卖淫罪 抢劫罪 贪污罪 受贿罪 以及滥用职权罪 周永康被中国百姓评为 十恶不赦之徒 周永康是最万里里 他不光有危机的问题 而且有严重的违法违宪 这个侵犯人权有灭绝罪行 这个如果要追究他的这些罪行 包括没有犯罪的话呢 那么周永康有可能会犯罪 不过叶克表示 中共现在内外矛盾已经公开化 正面临着亡党的危机 如果现在直接审判周永康搞政变 中共将无法掌控大陆民众的反弹情绪 因此有所顾忌 叶克认为当局应当正视法轮功问题 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已经被东西方社会广泛关注 周永康最大罪名当然就是迫害法轮功了 以及包括这活摘器官了 因为迫害法轮功涉及到了这个 那么多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 那么多的家庭 而且整个维稳体系在参与 整个攻坚法系统 所以但里头涉及了多少这样一个 这个网判学员也好啊 破坏死了学员 多少血债在里头 而张赞宁表示 如果周永康牵涉群体灭绝罪 共产党的合法性将受到挑战 因此当局甚至不会追究他的谋反罪 所以他现在中共等于无路可逃 这就是个死结 我想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 这个冥冥中自有这种报应吧 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都会回报他到他自己头上 现在周永康面临着这样一个下场 那么中共做这个事情 也同样面临这个下场 尽管周永康案还没有进入司法 只是被中纪委立案审查阶段 不过据了解 周永康涉及贪污金额高达1000亿人民币 足以判处他死刑 而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也向媒体表示 周永康案是中共自1949年以来 最腐败、性质最恶劣的贪腐案 周永康有可能被判死刑或死缓